大家每個問題呢 不論是問戲裡的戲外的黃秋生都很難回答 你們會想 秋生哥是不是我們冒犯或什麼樣 就是問問題不論是問有沒有很難演 他說沒有很難演啊 他本來就不太好問啦 對 然後 以前我們採訪他的時候 大家都很怕遇到黃秋生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們以前他們有兩個極端 第一個是非常怕黃秋生 我們另外一個其實會怕黃秋生 對啊 完全被認識鬼圈粉 因為林柏宏在裡面表現就是太 就是 對 他太可愛了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暖青天啦 他的進步 他的沉澱 他的歲月都在這個片 完全展現好的演技 但是吳康仁真的很厲害 吳康仁最後面有一場大概接近三分鐘 他太厲害了 而且吳康仁 三分鐘的一鏡到底的情節 其實是非常好的 你看吧 聽到這個前奏就知道每一年在這個十一月的金馬季節又來到了 今天是不是大家很有金馬的氛圍咧 有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所以這個TALK一杯終於回到很有電影感的這個主題了 回到你本業了 對今天呢除了我們邀請到了電影女明星 Yuri再次成為我們的這個助理主持人之外呢 我們又要邀請到這個電影圈 哇 這些年這個評論啊 這個質地有深 非常具有重量跟人氣跟流量的就是 吸管姐跟翠翠 嘿大家好 電影的不同的這個專業部門不管是美術啊 燈光啊 音效啊 聲音啊 他都是一個高度的專業 然後每一個這個就是專業的老師集合在一起在現場才是影視的這個最高的電腦 對我覺得我第一次拍戲的時候 覺得最可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有一場戲要去摸阿寶 然後摸陳浩森的就是重要部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哇 這場戲一定是太害羞了 結果我到現場我覺得不是這一場戲很可怕 是那一場戲就是你要在那麼冷的天氣 然後幾百個人在現場 然後大家都穿得很少 然後你又要怕自己不能NG 然後影響到所有人 然後就到最後那一個 這個肢體接觸對你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掙扎的人 而是現場大家都要盯著你 對你的壓力太大了 還要表現專業 對 然後你還要 很不容易吧 就那時候渠導我說希望你可以落下一滴雷 我落不出來啊 我覺得 我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就是又很冷 然後大家都穿很少 所以我真的覺得演員 真的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任務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金馬武器的時候 白鱗跟李國皇 因為分別入圍金馬影帝後的關係 也有來參加金馬獎 然後那時候每一個記者會的場所 他們都把它搞得非常熱 然後甚至有點失控 以至於全部的人都笑成一團 那個很難有這種就是在那麼盛大的場合裡面 然後感覺到很歡樂的氣息 而且他們也是真心很想要參與金馬盛會 還有去年黃秋生也超好笑的 就是他入圍影帝 然後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呢 大家每個問題呢 不論是問戲裡的戲外的黃秋生都很難回答 你會覺得秋生哥是不是我們冒犯或什麼樣 就是問問題不論是問有沒有很難演 他說沒有很難演啊 他本來就不太好問啦 對 然後 以前我們採訪他的時候 大家都很怕遇到黃秋生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們以前他們有兩個極端 第一個就非常怕黃秋生 另外一個其實會怕郭秋生 郭姆長 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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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是不是是不是 你問他十個字他回答你一萬字 我都還記得有一次他好像在東國不知道哪裡拍戲 然後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他真的寫了五百字回來 很驚人小小一個問題 然後給你很熱情的反應 很認真 可是秋生哥很可愛 就是大家就說秋生哥怎麼要處理他 結果他得獎的時候 他請全部的記者吃飯 然後很nice的跟每個人合照 大家想說怎麼一回事 反差很大對不對 對 就是他其實人超好 但是他在訪問的時候 心情不一樣啦 有拿獎之後就很爽很多了 在每個人拿獎之前會有點 有點拚在那個地方 這應該真的是電影獎的魔力 很多演員好像真的會得獎之後 他好像就真的偶包放下來 或者是比較願意啃啃而已 我現在可以看到在金馬六十的 這個最佳男主角入圍的名單 他被譽為是延遲爆表 對 直接出道 的一組 什麼直接出道早就出道了 直接組成出道 F5 或是這個顏值 他們的這個演技 真的都是非常棒 然後你也可以堪稱是死亡之組 我們讓那個 曾經從金馬四十 跟以前 然後一路跑到現在 李光爵 你也是四十就跑了 好不好 不要只要講我 我還在努力的維持 視覺年齡年輕 野輕 這一組很難的 你看喔 許光漢 鬼家人 林國鴻 鬼家人 周楚除山漢 阮金天 還有這個康仁的復都青年 以及這個 王伯傑的 意齊 剛剛瑋柏其實有先講到說 入圍名單公佈之後 有沒有什麼 大家的亮點 等等喔 其實我看到這個入圍名單 我先鬆一口氣 因為還好阮金天入圍了 因為我們前面人都覺得說 阮金天這個表演 你應該要入圍 我一看完也是就跟小丁說 你這值得一定有個獎項 我就很怕沒入圍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其他地區的一些作品來比賽嘛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怕 你會不會演得那麼好 你沒有入圍 所以他的入圍 我心中的一顆大石頭 就放下了 我就不管他 我會動 我小孩去 對 然後 這一組也確實 我們的朋友嘛 對 就旁白哥就直接在網路上做的一組 這五位都是沒有穿衣服的照片 組成一個 主圖 對 就是規定什麼紅棚上面 不能穿衣服 很會懂得流量密碼 真的 對 流量密碼 大家都急囉 對 沒有錯 這一組也是 應該是這幾年來 少數在金馬男主角 這個獎項上 五個入圍者 都是台灣的演員 所以這也算是 觀眾的一個參與度 會比較高 本質上 那至少說 這幾部片 台灣的觀眾在頒獎前 至少看過 除了康仁的還沒有看之外 其他都看了 所以 在這個項目上的討論跟 參與感 他一定會比較高 特別是這個項目 居然讓 許光漢跟林柏宏 雙雙入圍 對 其實在之前我們就想說 請問到底誰要算男主角 理論上就劇情的主軸 應該 男主角是 許光漢 但是我們看完按這個片之後 都覺得說 嗯 林柏宏其實演得很好 而且他的比重也很高 所以這片 雙男主角都入圍 我覺得這個對一般的觀眾 參與本屆的金馬 是有很高的參與度 加上這個片 他大賣座嘛 賣的三億多 其實是一個很驚人的數據 今年年度台灣的這個 應該是台片票房第一名 沒錯 肯定是第一名 而且 他有入圍最佳影片 所以我覺得 還有導演 我也還有入圍導演 而且他還代表 台灣參加今年的 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代表片 兩位的剛才這個介紹非常多 我等一下問完宜睿之後呢 你們就直接告訴我 這個項目 你們覺得誰最能得獎 沒有什麼公關客套 宜睿來追逐呢 你應該是最有了解 顏值啊 然後劇情啊 你最想跟誰在一起 不是演戲 演戲 我想是演戲 沒有 我原本心目中的 第一名就是許光漢 就是 他就是在我心中 就是顏值再現 然後演技再現 然後就是明星演員 魅力再現的一個男演員 但是呢 看完鬼家人這部片之後 完全被認知鬼圈粉 因為林伯鴻在裡面 表現就是太 就是 對他太可愛了 而且他讓很多 很溫馨的情節 就是更凸顯出來 所以 我就會覺得說 這兩個選誰 我都對不起他們 都對不起另外一個 我給大家一個就是 曾經的暗示 在七月宇安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周冬宇跟馬思純 真的曾經發生過 就是雙影后的一個結果 喔喔喔 對對對 所以這個 也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那我希望是這樣演 哎呀 這就是 Yuri的 這個個人意見 希望是這樣 接下來呢 我跟你講 真的很難選 因為每個人都是朋友 我講了誰就會得罪其他四個 他們是你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 好那 我就把這個交給兩位了 沒有客套不用公關 誰你覺得這個機會最大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阮金天 因為這個案子的 不管是劇情上的比重 然後他自己的個人的一個演出 那當然這個案子的得之不易 他也確實是很 成功的把周 把他故事裡面成桂林 這個角色 就是比喻是周處這個迫害 然後我認為這個阮金天 在戲裡戲外呢 他的進步 他的沉澱 他的歲月都在這個片 完全的展現好的演技 所以我認為 是一個般肯定怕得到 在蒙甲之後 可能會是 又是另外一個 在他演員歷程上面的代表作 又一里程碑 而且是細胞人 人又去為戲增色 對 萱萱 但因為我覺得 阮金天跟吳康仁是有可比性的 因為他們兩個剛好在故事裡面 電影裡面都剛好都有做了 而且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什麼 你還不能講 對對對 那那個東西 诶 評審放在一起 就 就可以 可以比較喔 對 然後我就有一點評審導向 因為我們今年 金馬六十的評審主席是李安 然後李安在金馬五十的時候 他的影帝是頒給最不演的 交友的李康生 喔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搞不好王伯傑 剛好這次四組 就是裡面最不演的 就是最寫實的 因為王伯傑他在電影裡面 有一點把那種SARS的時候 然後瘋怨醫生在裡面的一些處境 他用一個很低限的方式 去把那個困境演出來 而且他後面也有跟小孩子講電話 然後講電話的時候 他那個真情流露的複雜度又很高 就是又把那種內心很壓抑的東西 釋放出來 然後光明感又很好 可是我就想說 但是吳康仁真的很厲害 吳康仁最後面有一場 大概接近三分鐘 然後三分鐘的一鏡到底的情節 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吳康仁他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 他在電影裡面是講說 他跟他弟弟相依為弊 他是一個無國界公民 然後那相依為命的過程裡面 無國界難民 他算是公民 因為他就是沒有出身的證明 以至於他不被承認是國家的人民 然後他成長的過程裡面 他都一直保護他的弟弟 然後他那個母愛發揮的超級好 就是你看吳康仁 你覺得他也一個超級棒的媽媽 就是今天如果是女演員 他也一個很棒的母親 啊這個電影到處都有 那你叫一個男人 他演一個母親的角色 然後演的讓你就 喔全天下最棒的母親就是那個樣子 那就是吳康仁 而且那個是有脈絡 就是他們小時候是被一個 LGBTQ的變性者的男人 就是養大的 所以他那個母親是直接效法致敬 那個男人變性者來的 所以他那個母愛的東西超級 就是讓你覺得說渾然天成 而且是有承襲他想要當一個好人 可是他過程裡面就是他一直想當好人 結果最後他可能在 最後好了好了你不能講 這個世界可能會 就是認定他就是一個 typical的好人 所以他會有一些很糾葛的東西 真的好期待這一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啦 人家康仁最後那個一鏡到底的是 你要擠第一眼都擠給你啦 對你要多少眼鏈都擠不用擠 你直接帶那個一包面子進場 應該可以用 沒錯 那你可以看到說一個獎項 他到底要給誰 不管是從觀眾的角度 然後從這個我們看演員本身表現的角度 還有雀雀剛提到就是說我們也要去看這個評審團的組成 他其中會有很多的這個變化 你看誰在那個辯論比賽會 對那個評審的過程 因為有時候那個演員好像很重視演員評審 就是例如說謝銀軒當年 誰現在上他得獎的時候 就是因為鞏力他身為一個演員他是評審 那還有 通常在那個項目上會尊重那個項目的專業 那個領域的評審會拉票 對而且還有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跟大家分享 在金馬50的時候 李安導演他當評審團主席 他曾經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 就是在評審的過程跟討論過程當中 直接把最佳影片在第一個 拿出來討論跟有結果 就不曉得今年他是不是也要這麼做 對這真的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在50之前曾經有一段過程 是先從小講技術講開始 一路講回來 然後慢慢慢慢去討論到開始 再到最大的講 留在最後 那平時那天都累了 對 可是你要想從早上八九點開始一路評 評到最後要去趕 晚上金馬獎頒獎頒獎頂七點開始 還要邊書畫 然後邊討論最大的獎 大家可能這個體力上面 腦力上面開始耗盡了 再去討論最大的獎項 這個判斷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在金馬50的時候 李安導演作為評審團主席 才去做這樣的變革 然後最後才 那一年其實一個呼聲最大的是 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 是一代宗師呼聲超高 假設你從這個技術獎項開始 再到這個演技獎項對不對 一路最後烘托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最後的最佳影片會是一代宗師 可是當他這個順序一調的時候 哇 爸媽不在家 沒關係啊那一年公二有拿獎 張子儀有拿獎 張子儀拿到金馬影 所以這都是一些很多動態的變化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 最佳女主角 入圍囉 菠蘿鳳梨 狐靈 本日恭修 陸小芬 小小林品童 白日之下 余香寧 填詞 嵌 中雪瑩 來 可能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並不是每一部片 台灣的觀眾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這個項目裡面就 大家比較熟悉 其實只有今年三月份上映的本日恭修 那其他幾部影片 小小會在金馬獎這個時間之後 他會在這個得獎季的關係宣傳 他會去上映 其他幾部影片會不會上映我真心 可能是在這金馬影展期間 對影師們可以去看 對因為金馬影展會把所有的金馬獎入圍片 全部播一輪 所以就很多影迷真的會去搶票來 小芬姐大家最熟悉 先從小芬姐開始 因為這一次金馬獎最愛女主角的入圍 我認為台灣的觀眾應該會一面倒支持陸小芬 畢竟本日恭修 這個作品確實是能夠勾勒很多人的普世情感 阿德林巷口的那個理髮廳阿姨 那個理髮廳阿姨可能會跟你們家很多故事 那確實陸小芬在這個角色的詮釋 加上他已經很久沒有演戲了 他要重新回來 而且我覺得這個片真的是演得恰如其分 我自己看這片我是有 是真的觸動對不對 我是有落淚的 因為中間有一段戲是真心非常感人的戲 所以大家其實今年三月大家看這個片之後 大家都在講說這個今年應該是得獎季 他就算沒得獎他一定都會錄 所以果然證明陸小芬資深影后 這一次重新回到金馬獎這個項目上 我覺得他的機率真的是蠻高的 來接下來 史上最年輕的金馬引后入回者 我小小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很早看過劇本 那時候想說這個小女生要怎麼演 才能夠符合在電影當中 其實他是有點有點像過動嗎 他是有一點點症狀的小孩 對 他有很多症狀 那這些症狀其實就是 而且他又是個性別是女性的小女生來演的時候 其實他會給你更多的衝突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小男生 你有很多過動啊 或者是你就是跟父母 胡鬧啊什麼的 胡鬧啊 你可能只有一個下場就被打而已 哈哈哈哈 那今天因為是小女生 今天小女生你就會想更多 我要怎麼跟你溝通 那這個故事最難的就是難再說 這個小女生他自己在學校有這麼多狀況 他在他自己家裡也有很多狀況 失眼他媽媽是沉意涵 其實那時候的一些文案都會講說 大家都會去關心這些有問題的小孩子 可是有沒有人去關心過 照顧這些問題 小孩的家長的形成是什麼 其實家長的形成是更勞累的 心累 身體也累 他有各種你要理解他 可是有誰理解過家長 所以我覺得很慶幸的是 今天在金馬獎在這個項目上 女主角跟女配角 都讓他們入圍了 你可以看到這一對的母女 那林品彤其實大家上一次帶美國女孩 看見他演妹妹那個角色 戲份還沒有那麼多 不太多 但是這一次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他演這個問題小妹妹 那給大家的壓力 給老師也一堆壓力 給同學更有同彩之間的相處 所以我覺得林品彤會不會是個黑馬呢 OK 來 我覺得現在今年最大的競爭對手 我說小芬姐啊 應該是菠蘿鳳梨的這一個 狐嶺 對 因為他在電影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篇幅 也是多給他演 然後他只有 像小芬姐他對很多個小孩之間的關係 甚至他對他女婿都有一些不同關係 但狐嶺就從頭到尾就只跟他女兒 然後跟他哥哥有一些家庭的對系 然後他過程就是講說 我有一個小孩子要高考了 然後我要無所不用其節的 送我小孩子到北大清華 那小孩子問題是在那個地方 演考上就好了不是吧 他本來是他希望可以有一個很棒的學校 因為他覺得他後來變得庸庸杜杜 就是因為他沒有像他哥哥一樣 考上一個很棒的學校 他完全講出中國大陸因為少子化的過程 所以縱男輕女的這個肉媳 對所以他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台灣的母大季 就是他得犧牲自己不要求學 然後成就自己弟弟妹妹更好的學業 然後他在那個後面他自己的小孩 他又希望小孩子成氣 那小孩剛剛更好 成績 不錯 但是在這個地方可能考試就會在北大清華之外 就是競爭強度 對對對 所以他就想說好 那不如我們就去偏向考好了 然後所以他們就產生一個考試移民的一個議題 他就帶著他小孩子跑去很偏僻的地方考試 然後結果呢 其實那不算偏僻吧 海南島算偏僻吧 但是他名額比較容易上 可能就是競爭強度 沒那麼高 就是錄取率的關係 他就是有被保證說 你的小孩去那邊考 那個分數應該是穩課動 就是一定可以上 但問題是他要付很多的錢 然後他可能還要買一些假ID 然後他可能還要去幫他小孩子鋪以後的路子 為了讓他考上很棒的學校 結果他小孩子又有一點不太配合 又叛逆期 所以他跟小孩子一邊要磨合 然後一方面要借錢 要種籍 然後一方面他哥哥對他也不夠友善 然後他又要照顧老人家 總之他就是你可以想像台灣 或者是華裔的婦女 亞洲的婦女 他在一個家庭裡面 會遇到長輩的啊 手足的啊 或者是家庭的 小孩子的 所有的困境全部都發生在他身上 然後他是一個 因為無敵是很妙的一個女生 他曾經演過 以和圓的好雷的情敵 所以他是一個 風運很好的年輕媽媽 所以他在裡面又有一點性感 然後又有一點就是為了小孩子勞累 所以他在那個女性的描繪上 臉譜是很美的 但是他又會很辛苦 又背著很多的壓力 所以你在看他的過程 你會很容易投射到他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他的那個篇幅的關係 會讓他很有贏面 就主戲上來說 胡靈應該會是小芬姐的一個 最大的對手 當然我們看看林品彤會不會是黑馬 對 因為林品彤戲也蠻多的 而且就是在這一個項目 你會發現這個年齡的跨度 競爭者的這個年紀 有極度的這個年輕 還有還有長輩 這個差距還蠻大的 那是中間的這個 就是不同世代的演員 所展現出來的 這個成果就會不一樣 而且有不同的世代的生命困境 對 會去被描述跟詮釋 所以這真的很難比 要辛苦評審 品彤你看他的這個演技 其實我們在講說 小孩子到底是本色演出 或者是演技到入幕三分 這也是品彤會討論的 你是演到精 還是你是維持你原本的那個 本色啊 因為小孩子都是本色 這個也考驗著評審他們的討論 跟這個界線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品彤那個不是本色 你就看誰喜歡誰啦 到最後這樣子啊 對 就是他的演法 因為那個有鄭重的小孩子 是你要很 演員本身要很瞭解 那個小孩子的症狀 然後真的把他演出來 他不會在大鬧啊哭啊 或者不聽爸爸媽媽的話 看起來真的是 在介於那種聽話跟不聽話之間 然後有時候失控的那個樣子 是真的好自然 你會真的會想到自己的小孩 叫不動的時候那種感覺 接下來在最佳導演的項目 我們交給宜瑞幫大家介紹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最上最瞭解的就是左邊的冷氣啊 對啊 但是大家都常常會講說 這個又要叫好又要叫做 這種哪有說那個好處都給你的 名利雙收嘛對不對 以前朱導常常講嘛 沒有那種名利雙收的啦 所以陳偉豪應該自己都覺得說 應該是沒有我的份啦 而且女朋友又正 你不要這樣子講他女朋友啦 哎呦總之 偉豪做這個案子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起劇不好拍 大家也都知道 那偉豪自己在做這個片的時候 他自己還甚至自己做海報設計 大家也知道 然後他也喜歡做 故事裡面的這些特效啦分鏡啊 他其實對於掌握度這一點 確實是很高的 那當然你說商業片來講的話 還有今年上映的 秋天上映的《周楚楚三愛》 黃天埔導演 他是一個從香港來台灣 做合作的這個案子 我認為大家也都曾看到在故事裡面 完全拍出一個不同的動作片的風格 所以這兩個作品應該是現階段 觀眾是比較熟悉的 後面才會有像老狐狸跟 我月雪回來跟大家見面 那你自己也有喜歡 我自己是因為我之前看過 黃季導演的所有電影 然後他有一個女性成長三部片 全部都是他的女主角要紅貴來演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種中國導演 然後他後來跟日本導演在一起 然後專門在關注 中國的偏鄉的小孩那個議題 有點像是《愛在三部曲》 就是女主角都一樣 然後那個都是很關注 同樣的議題的東西 但是他會進化 對 從2012年開始拍 然後《雞蛋與石頭》 然後201517拍《笨鳥》 然後到現在2223年 就是每五年拍一部片 那所以這部片有點像是《十年有成》 就是等於他整個系列跟作者的那種思維 全部都放在這個最後這一部幾大層 所以那個贏面也是蠻高 如果今天 而且他的那個中國獨立電影的那種 精神嗎 非常的純粹 所以他可以讓你看到 就是一方面又很獵奇 就是我們在看那些故事 會覺得怎麼有 對中國平常都很多人 獵奇的故事 很奇妙 就是他會讓你感覺到故事性 戲劇感很強 可是他演員在表達跟處理角色情境的時候 又會讓你完全相信 所以他們的那種 而且導演又是他老公又是紀錄片出身的 所以他們其實有點某個程度上把 有點像在拍紀錄片的方式 拍了一個劇情片 讓你完全沒辦法去撇頭 或者是否認說有世界上有這種狀況 就是一個很關懷的電影 我們剛剛先從這個就是商業面 跟大家的這個大眾知曉面來看 作者論的作者特色 作者很重要 但是回過頭來看評審團的組成 他會影響的這個結果 如果你們要自己稍微的揣測 跟去猜一下 我覺得張吉安蠻有機會 現在大家都講張吉安很有機會 對啊 不知道 因為你那個 吳月雪本身那個背景 講馬來西亞的那些政治歷史的故事 本來在這種題材上 他有那個一定程度的討好程度 對啊 他會被關注 老狐狸的蕭雅全導演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蠻厲害的 就是整個老狐狸的電影 我覺得有點像是台灣王家衛 再加上侯孝賢 就是他有一種某種 有那麼一點 有一種那個台灣的生活環境寫實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風格化超強 就是那個情調 他講90年代 台灣人怎麼樣從一個純樸的社會 台灣人情味的東西 開始趨向功利主義化 然後透過老狐狸 就是一個大財主 跟一個白鱗飾演的小孩子 很純真的東西 他們兩個之間的對話 那你看到純真跟視力之間的衝突現場 然後但是他整個包裝的是 哇他每一幕 每一個鏡頭都覺得好美 都可以像是一個明信片一樣 很漂亮 就美到不行 就是比我們以前看過 范寶德也好 那種很美的 很單膩的那種情境氛圍 連空氣你都可以聞得到 那種很美的味道 再加上他之前的 你叫我來做4DS版本給我們 好這樣就味道了 就那種感覺就是 哇那個精進感 黃仲坤大哥的那個男性味道 男性熱夢 對 欸這真的傻 這節目外掉 這節目外掉 趕快回來你的鏡頭照片 對 老狐狸就比較像是 我覺得他又比范寶德 更親切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很瞭解 像我們生理女 就不一定瞭解 男生大叔在想什麼 但是老狐狸他是 把那個大財主跟小男孩之間 透過一段母子關係的失落 跟重新的擁抱 讓你看到 欸這個就大家比較容易可以理解 就是親情的失落 怎麼樣透過另外一個小孩 是不是找到你曾經的存真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妙 然後他拍得很美 很單靈 就會讓你覺得 這種電影就是質感超好 就是很作者風格 然後又加上他自己講的東西 然後又很台灣 而且蕭小泉他對於美術也很要求 他就美術系畢業的搭 對啊 所以他的美感本來就非常的高規 所以他導演的部分的話 如果說完成度也好 或者作者精神 或者他講故事的態度 我覺得蕭小泉也跟張吉安一樣 都是那種到某種程度 你已經沒辦法去批評他 因為他怎麼樣都是優點都是滿出來 所以真的是看評審怎麼選 好接下來呢 宜瑞在幫大家介紹最佳劇情片 這個大獎的入圍的有名 十門 一騎 五月雪 年少日記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欸 你先猜 怎麼用我先猜 快點 唉呦 我覺得是年少日記 蛤 嗯 好穩難講欸 但我也會希望是鬼家人嗎 喔 如果是鬼家人得的話應該 不知道欸 我真真不知道 我在這個項目上我真的 不知道怎麼選才好 那我選一騎好了 柏傑 I love you 一騎 對 柏傑 好 沒關係 接下來呢 我要為各位介紹在金馬六十 金馬職位會在近年非常強大的 就是聯名商品跟金馬系列了 好 耶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 非常豪華的 近年金馬在聯名商品上面呢 除了進步之外是因為 它這個種類多元 樣質都提升 我們也有贊助過金馬的東西 我也有贊助過金馬的東西 所以我非常的理解 然後呢 它的競爭是在於各品項各品牌 都在跟金馬合作 所以我們首先先看到的是我們的 Yuri手上呢 就是來為大家展示一下 要走秀了嗎 Water包 是不是覺得很時尚呢 是不是覺得看起來很會演戲 你要趕快跟那個選角指導 選我選我 對 女演員背上之後 是不是看起來特別會演戲呢 Casting 看過來 請選我 希望背了 對 背了之後呢 就會跟金馬更有緣分 好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睡了這一個 謝謝Water包 好的 除此之外呢 睡了這顆金枕之後呢 你也會跟金馬越來越有緣分 演技直接 大力飆升 祝你發夢成功 先睡好夢 對不對 起來囉 起來囉 真的 真的很好躺 就有看 看起來很有彈性 對 因為過去其實金馬獎 還有獎金制度的時候 假設你影後得獎者 你就可以拿到10萬塊錢獎金 但現在已經取消獎金資格了 但是你只要入圍 你只要入圍的話 你就有全部的禮包 大概30幾項 然後一共價值10萬 要開一台出來的戰 對 就已經 你已經不用得獎才有那10萬了 就等於就是你金馬禮包 就有等於那個價值的東西 但是因為每一個都非常的豪華 而且多樣 對啊 你看連大銅電鍋 我們麻煩鶴嗎 鶴鶴 我現在是 鶴鶴起來 這個有點重 這個是跟金馬獎座一樣重 金馬聯名商品 在當代的第一個里程碑 除了就是電風扇之外 就是電鍋了 那今年我鶴鶴手上 為大家演示的金馬電鍋 有別於過去的馬 是屬於鍍金的顏色 今年是屬於另外一種 腐水硬式的 對 用消光黑馬 消光黑 很符合當代的這種 對於黑色的時尚美食 你在賣手機 而且它小電鍋是 是今年的主視覺的紅色 欸我一直很好奇 它到底可以幹嘛 對 其實它可以 放零錢 煮蛋 它可以蒸蛋 不行啦 我真的有拿來蒸蛋 因為它這個內鍋 是真的是可以食用的 餐具的那個鐵 所以你直接把這個東西 就是打蛋進去 然後5比1加水 3比1啊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然後就蒸蛋 就是放進電鍋裡面 它就真的是蒸蛋 就很實質啊 很茶碗蒸啊 看起來就叫茶碗蒸 坐好就好了 所以算是 它是置物櫃啦 但是它也可以真的是 當時期使用的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 我覺得水是每一年都有 對自己都有 每年的主視覺 那 就是出來我們現在是講環保 所以就是 保溫瓶 對自己帶保溫瓶 我超喜歡這個的 這是什麼 這行動電源嗎 對 而且是磁吸的 超棒 這真的你實用 這一場精巧 這個試駕我自己也有買啊 就是好幾千啊 就是兩三千起跳 而且它這個超酷的 就是它的電線 還有金馬的LOGO 哦 哇 真的是 嗯 而且它是皮的綁帶 讓你在收納起來的時候 覺得有金馬的 我覺得我們專業影評 其實可以當那個 開直播電商 他們兩個很有才耶 線上帶貨 對線上 如果下面加一 哎呀 老婆我們現在已經賣完了 一千組兩千組 這個消完畢 我覺得這非常有質感 這個太實用了啦 對啊 這個真的太實用了 然後KP香噴 而且是Type-C 對 Type-C喔 Type-C 真的很符合 是原iPhone15 它輸出速度比較快 它都走在尖端 沒錯 而且它這個KP香噴 也是其實跟金馬 已經聯名合作很多次了 然後每年都越做越狂 越尊榮 對 就越來越厲害 這是香噴 然後這是它的 而且也是搭配組視覺 然後這是它的相分組 真的 金馬的周邊商品 這個十一助行娛樂 很多方方面面都有顧及到耶 嗯 就是很好用啦 就是收到底 會開心的感覺 所以呢 在此我們是要誠摯地祝福 Yuri 早日的入圍 對 我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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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不是 先 先給我一個角色好不好 因為在之前先給我一個角色 所以我現在開放 因為他有具備最佳新人的資格喔 真的嗎 因為你現在那個客載是算是客串 然後戲份算是小 特別演出而已 就像那個春風在海陸也是有演 但是他現在還是新人 你為什麼要給他這麼大的那個 壓力是不是 對 他都已經睡過這個枕頭了 也拿過那個包包了 他拿過金碼的東西了 有機會了吧 加持 所以各位導演們 就是現在缺的是一個角色的名字 謝謝你們了 一個角色的名字 以後他就不叫Yuri了 以後他沒人叫一個 女演員陳怡瑞 入圍的有陳怡瑞 好我會繼續做這個夢 然後朝這裡邁進 那我覺得真的是金碼的季節 就是真的是喜愛電影人 在這個光輝的10月11月 一個非常棒的這個時刻 對 那也希望今天呢 透過我們現場來賓跟專業的影評 為大家解析 大家對於這個入圍名單 有更深刻的理解 然後對於這個好吃好玩又好拿的 金碼禮品 大家也能夠去好好的關注一下 也可以捧場一下 對 再次感謝西關節 還有萱萱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 也謝謝Yuri 謝謝你們 好也謝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光輝的金碼 好好關注 11月25號金碼頒獎典禮 OK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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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